作词 李宗盛 阿弥陀经要解 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 诸位沙弥居士 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 大家下午好 请放掌 请打开经本六十八页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正宗分第三大课 正宗分分为三大课 分别就是 劝信 劝愿 劝 持明 妙行 信 愿 行 三资两 构成了 弥陀经的正宗分 那么 欧益大师的这种 分科 可以说 将阿弥陀经 精髓 全体地揭示出来 那么 弥陀经所立的行文 就是 支持名号 那这个支持名号呢 是以什么心去支持呢 就是深信 深信 切愿 前面已经讲过了 信 佛 愿力 不可思议 信 名号 功德 不可思议 信 无人 信信 不可思议 那展开就是讲六信 信字 信他 信事 信理 信因 信果 那具足 六信 方明 深信 由信 而起愿 就是 置信 发愿 愿生 必果 求生 极乐世界 那因为 信 弥陀 愿力 就信 真有 极乐世界 是 弥陀 不可思议 愿力 所成 那里 无有重苦 但受主的 所以要 发愿 往生 永离 娑婆 苦海 心 求 极乐 净土 那么 信 名号 功德 不可思议 所以要 支持 名号 在 往生论 里面 讲到 三种 庄严 如意 法聚 极乐世界 佛 庄严 菩萨 庄严 还有 这个 极乐世界的 医报 庄严 那 往生论 讲了 二十九种 庄严 入 于法聚 一法聚 叫 清净聚 清净聚 叫 真实智慧 无为法神 清净聚 也可以说 就是一句名号 这句名号 就是 这个 真如法神 就是 无人 信心 所以 我们能够 以这一句 心性 本具 之名号 作为我们的 所缘境 原念这句 佛号 细念 不断 那么 这样的话 就能够 入于 清净的 法神 入于 极乐世界的 三种 庄严 能入的 心呢 本来就是 信心 所入的 极乐世界呢 也是我们的 信心 能持的 心呢 也是 信心 所持的 名号 也是 信心 总不离 五人 一念 信心 所以 在这样的 信愿 基础上 支持 名号 才是 敬业 正行 那么 这一大课 就是 正式 正式的 皆是 行者 修行 净土的人 支持 名号 来立 净土的 正行 分为 两课 秉一 正式 无上 因果 秉二 重全 那我们 现在就开始 看 这个 正式 无上 因果 经文 舍利 不可以 少 善 跟福德 因缘 得胜 必果 舍利 佛 若有 善男子 善女人 文书 阿弥陀佛 支持 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 独半 先看到这儿 这是讲 因 后面呢 讲世人 灵命忠实 得蒙阿弥陀佛 皆因 往生 是讲过 先从 因 这一小段 看 那 要解 的解释 是说 菩提 正道 名善根 即 亲因 种种 诸道 诗 寄 禅 等 名 福德 即 助缘 生文 独觉 菩提 善根 少 人天 有漏 福业 福德 少 皆 不可 生 净土 唯以 信愿 支持 名号 则 一一生 悉句 多善 根 福德 散 散 信 称明 福 善 亦不可 量 亢 一心 不乱 在 那么 这一段 经文 对 我们 敬业 学人的 修行 非常要紧 告诉你 怎么来修净土行 怎么来往生极乐世界 也就是怎么能够落实你的身心 且愿 信愿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信愿如果没有行去落实 那你这个信愿是空的 假的信空的愿 必须是以愿导行 以行 见愿 实践你的愿 那么经文讲到说 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愿 得胜必顾 那换句话说 必须要多善根福德的因愿 才能得胜必顾 那 什么是善根 什么是福德呢 欧益大师要解就解释 这是正足的解释 菩提正道 明善根 这个菩提 就是讲 菩提心 菩提心是因 将来成就佛果 这是菩提之果 所以菩提两个字 是通因彻果 讲因就是刚发菩提心 这就是因 讲果呢 菩提心已经圆满实现了 成佛了 那么 二成 凡夫 没有发菩提心 就是 少善根 甚至可以说 没有善根 那种大成这个标准 他还不叫有善根 因为没发菩提心 那无量寿经也是这么讲 三倍往生 皆需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一项专念就是 一个方向来支持明喉 一个方向就是求生净土 为这个支持明喉 那用什么心呢 发菩提心 以大菩提心来念佛 才是修凡夫自私自利 二成呢 虽能自度不求度他 都不是菩提心 都与净土不相应 不能往生 所以 在阴地的时候 我们现在 就属于阴地 没成佛嘛 都属于阴地 在阴地之中 发菩提心 来修 持敏念佛 作为正心 这叫正道 那么 菩提正道 就是 发菩提心 支持明喉 就是 幸远性 这个叫善感 那这是属于 净土的 亲因 亲因缘 这个因呢 就像种子一样 你要 拿了一颗苹果的种子 种在地里头 它慢慢地发芽了 长大 长成苹果树 然后 再结果 那么 菩提的果 是因为有种子 种下去了 种子是亲因 今天我们能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最简单的 就是想做佛了 你想做佛 你才能到极乐世界 你不想做佛 那你是到不了极乐世界 那你到了极乐世界 一定能做佛 一生成佛 所以什么是菩提心 你想做佛 就是菩提心 但是要真想 不是有口无信 真想 真想做佛了 必须要修行 就以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 学佛做佛 所以就要有种种的助道法 助道就是助缘 辅助那个正道 令正道能够圆满 那正道就是想做佛 信愿持民 这是净土的正道 再用种种的助道之法 那这个助道法呢 欧益大师说 包括施 济 禅 导 这就是六度 施就是不施 戒就是持戒 禅就是禅地 六度里说了三条 这是为了简练 所以后面一个档子 就包括七余三条 那就是不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这些是菩萨性 要修 那这六度就包含了全部的菩萨性 菩萨万恨 以六度做纲礼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度一切众生 这是菩萨性 你发心要这么做 就是菩萨 菩提心 我们受戒的时候 戒时都要大家发这个心 而且是圆念十方世界 十方世界 发这样的断恶 修善 度众上的菩提心 这就是愿做佛心 那你发了心就得真干 就依菩萨六度这个纲礼 那这个叫福德 是祝愿 就好像苹果种子种到地里了 光埋在土里头 它不一定能长成 那怎么样呢 你还得要浇水施肥 种种的呵护 还要有阳光 雨露 等等的自然界的祝愿 那它才能够发芽 茁壮 开花 结果 所以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要正住双修 没有住修 就是说只有种子 没有任何住院 好比是你把种子放到一个冰柜里头 建粗肠子 种子是有啊 但是没有住院 它不可能开花结果 那当然反过来 光有住院没有种子 也不行 你都有阳光 雨露 肥 这些肥料 那没有种子 那也是枉然 所以正道 住道 两种都需要 亲因和住院 这是都需要的 那么 这里经文讲到 声闻独觉 菩提善根少 你看 净土 那是纯粹的大惩罚 声闻独觉 在藏教里面 这就是已经是极果了 这最高的了 出三界了 但是净土 看他们都是菩提善根少 这种人不能往生 谭伦大师的往生论著里面就讲到 净土是二乘准不少 声闻独觉就属于二乘种 他们淡求自己的解脱 断了见思烦恼了 出了三界了 就满足了 觉得这就是涅槃了 很好了 这个涅槃呢 当然对于三界众生来讲 那是涅槃了 没有烦恼了 但是他们不能够发菩提心 普度众生 但求自立 不求利生 得少为主 这个是菩提心没发 善根少 就是他成佛的种子没有 还不如哪个凡夫 没有断见思烦恼的 真的发了菩提心 这个人诸佛赞叹 因为他现在发菩提心了 立刻就入了 立刻就入了佛的阴位 将来必定成佛 那声闻原句还不定能成佛 不能成佛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 《法网经》里面就讲到 众生受佛戒 集入诸佛位 你要受佛戒 佛戒就是菩萨戒 要发菩提心感 菩萨戒 菩萨戒的戒体 本身就是菩提心 那你发了菩提心了 就入了佛的阴位 集入诸佛位 所以这个菩提心的种子 就是成佛种子 你所敢发的那个戒体 就是佛的法身 佛的法身中的少分 但是已经得到少分了 那声闻原觉 一点都没有了 你都得少分 所以这个殊胜 所以这个有个公案 有个老和尚 证了阿罗汉 带着一个小徒弟 那小徒弟 给他担行李 结果小徒弟在后面 思维达成的精力 发起了菩提心 将来要做佛 那老和尚阿罗汉 他有他心痛 知道小徒弟 发了大菩提心了 哎呀 不行 我不能让他担行李 我给他担行李 让他走到前面 这个小徒弟呢 凡夫啊 进进退退 所以走到前面呢 感觉到挺不错 美滋滋的 这一念傲慢心起来 这个菩提心就退了 老和尚后面又知道了 他说回来 你给我继续担行李 走到后面去 结果这小徒弟呢 后来又发了大菩提心 这老和尚啊 又让他走到前面去了 把行李借过来 小徒弟啊 很不解 怎么这个老折腾来 折腾去 那老和尚就告诉他 你发了菩提心啊 我虽然是声闻都要让你啊 当然这个公案是 凸显菩提心的殊胜 按戒法来讲呢 他虽然发了菩提心 但是还是要以声闻戒 走到后面 但是这个公案 就是说明菩提心的重要 一发菩提心 在成佛道路上 你已经超越声闻 从这个角度上讲 那么所以声闻原觉 算更少 那后面又说 人天有漏福业 福德少 这些人天是属于凡福 他们也有福德 但是有烦恼 烦恼没断 那个福业有漏 他们虽然修菩萨六度 纵然是发了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要鸿发立身了 但求人天福乐 而没有明了 无为之道 无为之道 就是一切是苦空无常 这个声闻原觉明了 人天凡福 没有真明了 你说我明了 不就苦空无常吗 这个我也会讲 会讲 但是你真做起事来 就不是按照这个理念来做 为什么呢 你还想在三界当中求点乐 还感觉到明文力 带来快乐 人家恭敬你 你就美滋滋了 人家对你 这个态度不好 心里就很生气 说明你就是 明里的心没放下 还想求一点乐 求点满足感 那么 甚至 如果得到的力量 不好 自己心里就不高兴 对于力量也没放下 所以没有那个厌信 当然更不知道 这个境界是空的假的 你把这些境界当真 所以在里面 造业 那造业必定有因果循环 虽然是虚妄的相 但是这个相 是在不断地生灭循环 依什么呢 依因果 这个规律 只要有相 这个规律就有了 而 在这世间 一切无常 生老病死 谁都免不了 所以 不能够厌离这样的苦空无常的境界 心求涅槃之乐 那么 这就是有漏的福音 你做再多的好事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 但是 你 这些 境界放不下 那你还要搞六道龙回 那就是福得少 就是你要受苦 所以身闻圆绝 人天都不得圣净土 这个人天是指 有漏福业的人天 那这些 不能生净土 就是福得和善根都缺少 缺一个 甚至缺两个 所以不可少善根之因 福得之缘 一个因一个缘 就叫不可以少善根福得缘 得胜必顾 缺了因不行 缺了缘也不行 缺了缘也不行 不可以少因缘 得胜必顾 那么 因此 修净土行 最要紧的 要 以无量守经 三倍往生 这个修法 三倍往生 这一品当中 就是讲 你怎么修 亲因 和助缘 那么 亲因 是 信愿 持明 那无量寿经 是讲到 发菩提心 意想专业 助缘呢 那就是修 主功的 要断一切恶 那是持戒 修一切善 就要行菩萨道 当然行菩萨道 不是叛选 谁也做 那么 无量寿经 我们 这次是讲到 第五遍 那三倍往生 大家经文也很熟悉 那么 那么今天呢 也跟大家呢 复习复习 昨天讲过的 是用夏连居 前天吧 前天讲过的 是用夏连居老居士 汇集的 三倍往生 那今天呢 再复习复习 是用 两种原义本 汉义本和无义本 所谈到的三倍往生 这样对照就更不能明了 那么汉义本 无义本讲的 可以说非常详细 这个经文 我就念着 跟大家讲 我就不像正式讲经 主要是从当中 我们要找出 怎么修 亲因助缘 正道助导法 这里经文说 佛告阿易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 其世间人民 若善男子善女人 欲愿往生无量 清净佛国者 有三倍 你要往生几个世界 到阿弥陀佛 就是无量清净佛国 那有三倍 做功德有大小 转不能相及 功德不同 所以品位就有高相 佛言何等为三倍 其最上第一倍 当去家舍妻子 断碍玉 行作沙门 就无为道 这第一条 就是跟前面我们讲 汇集本一样 就是舍家去欲 而作舍 那这里 特别就是讲到 出家 去家 就是离开家 舍妻子 把妻子儿女舍掉 断碍玉 所以这个更清楚的 说明出家 当然 黄念珠老居是会同 就说明 其实 在家人 新出家 那他也能达到 这个上辈的效果 那个就是像 维摩局势一样 那么 他肯定是一段碍玉 早就超越了 那么行作沙门 就无为道 就是为了出离三界 当作菩萨道 这不是小乘 还要行菩萨道 奉行六波罗密经者 作沙门 不当窥失经济 慈行精进 不当承诺 你看 这些词都是 被夏连老采纳了 放到那会记本当中 不得窥失经济 你一无量受精 不能够窥失 要一家奉行 不能窥失戒 你受了什么戒 好好吃戒 你慈悲的心 精进 不能沉怒 所以 沉怒是往生的大障碍 哪怕有一点点 那可能就有障碍了 不当与女人交通 这就是断爱 尤其就是断淫欲 在家人 不能出家 就八关在家 女人就是反过来了 不得与男人交通 出家人 当然就全断 无所贪慕 至成愿欲 生无量清净佛果 以清净界 作为祝愿 来至成愿 生无量清净佛果 当念 至心不断觉着 以至心念往生的佛果 这样的心 当然你可以用一句名号 一句名号里头 就包含了 你至今愿欲 生无量清净佛果的心 当然你不念佛号 你就以这个心也行 或者读无量手机 就想着要往生西方 这样的心也行 当然不如一句佛号方便 那你用一句佛号 就等于收舍了 这个至心心愿 然后这样的念头 至心不断觉着 其人便今世求道时 这个人呢 今世求道的时候 某一天 则自于其卧睡中 梦见无量清净佛 吉祝菩萨阿罗汉 他晚上就做梦 梦到了 梦到了阿弥陀佛 还有观世音大师之 这些清净大海中菩萨 甚至直接到极乐世界去游览了 很殊胜 其人受命于忠实 你只要梦到了 必定在灵命中时 无量清净佛 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 共翻飞行迎之 则往生无量清净佛 命中 你梦境那个境界又显了 阿弥陀佛真的来了 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便于七宝碎池 梁化中化生 则自然寿身长大 则做阿维悦至菩萨 七宝池梁化生 就做阿维悦至菩萨 便则与诸菩萨 共翻背飞行 供养八方上下诸无央属佛 跟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 都是阿维悦至 天天就飞到 十方佛国去供佛去了 则智慧勇猛 要听精道 其心欢乐 所居七宝舍仔 在虚空中 自遂其意 在所欲作为 去无量清净佛进 这是他们很自在 房屋都跟着他 在虚空中 随意的 想怎么都可以 离无量受佛很清净 佛言 诸欲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 精进持经界 奉行如是上法者 往生无量清净佛国者 可得为众所尊敬 是为上帝以备 这些原来的经文翻译的 那个字词稍微是有点啰嗦了点 所以这个用 汇集本的话 就感觉到很顺口 这个念习惯了汇集本 一念那个原译本 还真的那个字词 有点太多 那个意思其实 简单点点能够表达出来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精进持经界 你看你要精进的持经持戒 不能不持戒 也不能不持经 两者都缺一不可 你说我念佛就行了 念佛顶多叫持经 那你没有持戒呢 你上辈无分 那如果只持戒不持经 那更不行了 只有助缘没有亲因 往生不了 所以你能这么做 往生了就是第一辈 好下面 其中辈者 其人愿欲往生无量 清净佛国 虽不能去家舍妻子 断爱欲 行作杀门者 这第二辈呢 比第一辈最重要的区别在哪 你读这个原译本更清楚 所以夏林老的汇集本 他自己就讲了 汇集本其实不是取代原译本 它是集原译本的精华 那你能够通过读汇集本呢 你能够去查阅那个原译本 更了解它的本意 那这里就讲到 你愿意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那虽然不能去家 不能出家 舍妻子 断爱欲 当然在家人 那有的夫妻俩都学佛 都精进半道的 那也等于是断爱欲 那也叫舍妻子 断爱欲 这个是很殊胜的 菩提眷属 但是中辈人呢 不能放不下这段暗语 他不能行坐沙门 所以中辈跟上辈差的在哪 就是在这 你的戒还不够那么殊胜 上辈的人呢 至少就是终身 持沙门戒 在家人至少终身把关在戒 那中辈的不能这样 偶尔可以 但是下面又说 当 持经戒 还得要持经持戒 那个戒呢 那就是应该是五戒了 不携隐 那你不能够离妻子 那你就好好做 一个丈夫的本分 你不要再找第二个 乱来 这个你中辈就没份 这不得亏是 一做分谈不实 就是做谈乐 来护法 既然我不能像上辈那样 精进持戒 那我就护持上辈的人 所以做谈乐不实 当信受佛余生 相信佛的话 特别是无量守经和阿弥陀经 这男性之法 我们要信 当作至诚忠信 至诚 你的为人要忠厚 要有诚信 不要欺狂人 犯是沙门 就是你能够护持 这个出家修行人 而做佛寺其他 这里讲到你有能力的 你可以盖个佛寺 盖个道场 来护持 这些出家修行人 像这个疾孤独员长者 他就是这样的 自己呢 就不能出家 但是他护持僧团 那当然也很殊胜 其他 也就是供佛 烧香 散花 燃灯 玄杂 增采 这昨天也讲过 就是护持弘法 离生 绘集本就缩减了 就是玄增 燃灯 散花 烧香 那他这个 就是烧香 散花 燃灯 玄杂 增采 字有点多 但是文字是 这个毅理是一样 如是法者 无所试探 对这些法呢 你护持三宝的这些事情 没有试探 就你不会贪着 你看我是个佛门 大护法 这一念心呢 就属于贪着 你这个供养了很多 固然有功德 但是你一念贪心呢 占给你往生 贪这个贪没有必要 功德都存起来的 都作为你往生的资料 你尽心尽力的做 功德都是自己的 那纵然人家不知道你做这些好事 无妨 我又不是为了人家知道才做 善于人知不是真善 善不于人知 人家真的不知 这就是因得了 因得好 因得有后福 不当成怒 你看中辈又假一句 不当成怒 所以脾气大的人 这一定要收敛 要把他降服 否则那中辈都得不到 再戒清净 中辈的人也要再戒清净 再家人们 有空闲时 就要吃八关再戒 学做一天一夜的 出家人 慈心精进断育 念育往生 无量清净佛果 这样 八关再戒的时候 来打这个佛一 一日一夜不断绝着 所以打佛一 最好就是八关再戒 打佛七都是这样 你平常没有这个时间 那你有空闲时 绝于去有慈心精进 不当沉怒嫉妒等等 他这里就是 汇集了别的经本 意思都差不多 就你这个短期的念佛当中 再戒清净 然后念佛 倘若一日一夜能不断绝 那我们等一下 这个要解也会讲到 顿根的人 七日当中 只有一日一夜不断绝 立根的人 能够 七日七夜都不断绝 不是说你只念一天 有的人 他就是跟我讲 他说打了佛一打了好几次 怎么都没见阿弥陀佛 你别着急 而且这打佛一是 这个 属于立根的人 一日一夜就行了 念一天就有一天不断绝 顿根的人 七日七夜之中 才有一日一夜不断绝 甚至要连着打好几个七 里面才偶尔有一日一夜不断绝 其他的都会断绝 都一起妄想就断绝了 所以不容易 一日一夜就是二十四小时 那有的人打一辈子佛七 可能还未必得到一日一夜不断绝 那这个功夫就比较差 功夫差的 那属于下背 那功夫好一点的 就是你试一试看 先拿七天 能不能有一日一夜不断绝 如果有 那行了 这是决定马上 一日一夜不断绝着 寿终皆得往生起过 那一日一夜不断绝的 笑宴在哪 这里说 一日一夜不断绝着 其人于今世 一夫于卧睡梦中 见无量清净佛 你晚上睡觉 也能够再梦到阿弥陀佛 所以 你怎么能检验你曾经是有一日一夜不断绝呢 那你就看你有没有梦到阿弥陀佛了 你要说你没梦到 那你就说明没有梦 没有一日一夜不断绝了 继续努力 这就是给你的印证 这就是给你的印证 所以 一个期下来 感觉还没有不断绝 第二个期再来 第三个期 第四个期 以净行受为期 一直打到见阿弥陀佛为止 这就是真修实感 念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必定见佛的 就怕你不肯一佛念佛 那经文这里写得很清楚 汉译本跟吴译本 经文基本一样 估计他们这两个译本都是同一个范本 那么这里讲到 你就能够在前面的灾界清净 而且平常就能够做谈乐布施 能够饭寺沙门 做佛寺其他 散花烧香 护持正法等等 做这些功德 然后拿出一段时间 灾界清净 猛冲一段 一日几夜 你念佛 就能够晚上会梦到阿弥陀佛 见无量清净佛 其人受欲尽时 无量清净佛 则化令其人自见 无量清净佛 祭国土 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之 可得智慧勇猛 佛言其人奉行 诗语如是指 等等 这下面还有另外一段 从这里看出 你只要晚上梦到阿弥陀佛了 这就是佛给你印证 一心不浪 那你就决定往生 这个就好比我们拜颤 要求见好像一样 你见到好像了 就说明你的重罪 灭了 《法王经》说 见光 见花 见佛来摸毙 便得灭罪 这十重罪都灭了 那这个呢 见阿弥陀佛便得往生 所以这个净土它是可以求这个好象 当然你求的心 也不要太执着 很努力的去念 去修 但至于什么时候见 不要管它 你想拜颤得清净伦相 也是这个心理 你要很执着的 想要得清净伦相 反而得不了 那个琴弦太绷俭了 不行 太松了也不行 要中道 所以就这么念 老实念 肯定能见 什么时候见 不用管 感应道教 随清越现 然后下面文中有说 佛言 其人奉行 诗语如是者 若其然后终复毁 心中无疑 不信分坛不识 做诸善 后世得其福 不信有无量 清净佛国 不信往生其国中 虽而其人 续念不绝 暂信暂不信 抑制由于 无所专具 续截其善愿为本 续得往上 其人受命 病欲忠实 无量清净佛 则自化作形象 令其人目自见之 口不能复言 便心中欢喜 勇耀 亦念念 我悔不知 亦斋作善 今当生 无量清净佛国 其人则心中悔过 悔过者 过差少 无所负己 其人受命终尽 则生无量清净佛国 不能得前置 无量清净佛所 便道见 无量清净佛国 戒边自然七宝城 心中便大欢喜 报纸其城中 则于七宝水池 莲花中化生 则受身自然长大 在城中 于世间五百岁 其城广纵各亚千里 城中亦有七宝舍宰 舍宰中自然内接七宝玉池 玉池中亦有自然花 绕玉池上亦有七宝树 重行 皆父做五音声 其饮食时 钱亦有自然食具 百味食在所欲得 其人欲城中快乐 其城中比如第二刀立天上 自然之物 其人欲城中不能得出 父不能得见无量清净佛 但见其光明 心中自毁 则永药昔耳 义父不能得文经 义父不能得见诸彼丘僧 义父不能得见之无量清净佛果中 诸菩萨阿罗汉 壮茂何等类 其人若如是彼尔小事尔 佛亦不时尔 身诸所作 自然得知 皆心自去向 倒入其城中 这一段 就讲到一个特例 那么就属于往生边地一层的行星 那么这种人呢 你看他已经很精进的修行 正诸双修 这个正修九十 信愿持明 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着 晚上都能梦到阿弥陀佛 然后住修呢 就是灾戒清净 然后供养三宝等等 但是这个人奉行 如是的这个诗语 就是布施 布施 泛斯沙门 祈佛塔斯等等 可是呢 然后忽然中悔 他就后悔了 觉得不应该做这个 心中狐疑 做这个有什么功德呀 没什么用啊 于是就开始不信分坛布施 不想做坛乐 可能听了别人说 你供养这些出家人有什么用 你看他们也不是老实修行的 听这些话 或者说你看这佛寺 占了那么多地方 有什么用 还不如拿来建下学校 还不如拿来做别的 他一有钱了 就改做别的 不能信 这些分坛布施 做主善 厚得欺负 他不相信那个因果 那这个是邪的信 邪见了 不信 有无量 清净佛果 更可怕 极乐世界 哎呀 别信极乐世界 那都是假的 骗你的 他听了 他也没有认真的学经教 信心就动摇了 他就不相信 改学了 这个 别的道 改学别的法门 还算好 可能甚至信了别的宗教 天主好啊 天主多仁慈 我们就受洗吧 啊 那么 甚至是 做别的牧师去了 啊 这个情况就很特殊 有没有 天下之大 无其木有 啊 佛在经里都讲出来了 啊 众人有这种情况 怎么怎么回事呢 啊 将来能不能往生呢 你看下面怎么来给你分解 啊 你不信有无量清净佛果 不信往生其佛果中 你不想往生 退失了信心 退失了你的愿 那这种人那肯定不能往生啊 虽而虽然如此 其人虚念不绝 啊 暂信暂不信 他还不是完全退 他只是半信半疑 暂信暂不信 那个虚念不绝 啊 他因为已经念 之前念佛念习惯了 你看都念成片了 都见到阿弥陀佛了 那是不断绝了 念成片了 所以他还念阿弥陀佛 反正都已经念开了 就算了 就继续念吧 不要得罪阿弥陀佛了 啊 万一我 那个突然不念 阿弥陀佛怪罪我怎么办 还是念的 啊 就好像很多人就问我 那家里供了很多鬼神的那个牌位 现在要是不供了 是不是他们会怪罪我 他们以为阿弥陀佛也会怪罪我 那就继续念吧 啊 就这么个心里来念 啊 暂信暂不信 一致犹豫 无所专具 既然他不是真的想要往生 这是应付的 所以是一致犹豫 没有那个专注 啊 求往生的心 那还好 他没有毁谤佛法 啊 那毁谤佛法就不能往生 因为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他还没到那个地步 他只是不信 那他不会让别人不信 他不敢这么说 他只是自己不信了 啊 但是还是有善根的 所以是还带一点信 半信半疑 那么但是呢 因为他有结的善愿为本 曾经他用至诚的心发过愿 求生净土 这个种子的力量太强 啊 纵然他后来业障现前 他不信了 不发愿去了 这种人呢 须得往生 他还是可以往生 你想想阿弥陀佛 多么伟大 多么慈悲 啊 所以这个人往生是怎么往生法呢 到最后 其人受命病欲重视 他最后肯定得病 业障嘛 啊 病得很苦的时候 这时候 啊 自己觉得 哎呀 天主也不来了 啊 哇这个念别的别的不来了 啊 自己真的就很痛苦 到底信哪个好啊 啊 正在啊 犹犹豫豫豫的时候 无量清净佛 则自化作形象 令其人目自见之 这时候 阿弥陀佛就来了 啊 等到你最苦的时候 就出现 让你眼睛看到 啊 是灵命中熟 又看到佛了 啊 那么 他虽然眼睛看到 但是他已经病得太重了 口不能敷衍 口里说不出来了 啊 他很想告诉别人 哎呀 你们别要学我 你们不能够怀疑阿弥陀佛 他想这么说 不能说不出来 没有那个气力 但是心中欢喜永药 他太欢喜了 因为阿弥陀佛有十二光啊 欢喜光 加持他 让他业障消除 啊 善根增长 这时候 他就完全相信 啊 把他的业障都请掉了 所以欢喜永药 这时候就 知心信药 愿生必过 这时候的信愿 又重新升起 啊 只要重新升起 知心信愿 乃至实念 必定往生 啊 所以呢 当时他就意念 啊 里面就自己这样念啊 说我悔不知意在作善 哎呀 我现在后悔了 啊 我 这个 不能够啊 啊 这个 就是坚持到底去做不实 啊 护持三宝的工作 啊 意在作善 啊 就是啊 啊 持清净的灾戒啊 啊 做诸善法 护持三宝啊 你看我本来都这么做了 结果就听了那些人的啊 这个 这个 造谣声势啊 啊 毁谤佛法 我就啊 写信了 啊 这自己非常的 这个 啊 惭愧 忏悔 啊 极致悔 啊 那么 但是他心里知道今当生无量清净佛国了 他见到佛了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啊 佛光铸着他 智慧就升起来了 他就知道自己一定能往生啊 啊 极乐世界 其人则心中悔过 他忏悔自己的过错 啊 这一忏悔啊 过差少 那个罪业就大大减轻了 啊 无所复及啊 啊 就没有了 不障碍你往生 其人受命踪迹 这个人啊 啊 断气了 就升到无量清净佛国 到极乐世界去 啊 那么 阿弥陀佛也用莲花接他 啊 一直往极乐世界走啊 啊 结果不能前置无量清净佛所 还没到极乐世界的 这个 这个入道里头七宝池 还没进去 就在那个 道边呢 见到无量清净佛国界边 啊 好像极乐世界有个界 啊 还没进去 啊 在那个 界外 有一个自然七宝城 心中变大欢喜 道指七城 他就觉得 哎 这个城太好了 我就住在这儿吧 啊 这是他的业力所感 其实极乐世界哪有边界啊 近十方都是极乐世界 啊 但是他因为自己 曾经造过这个 移毁的业 中间退心的业 所以他 在他的这个 妄心中 就献出了这个界边的自然宝城 这是他自然照感 所以后面有讲的 不是佛 令他这么样进这个七宝城 佛怎么会这样来惩罚他 是身心所作 心自取向 自作之手 那他看到这个七宝城啊 他心中就很欢喜 就在这城里头 哎 他也看到 有七宝水池 莲花 他也是莲花花生 啊 而且自然身就很长大 就跟那个大菩萨一样 啊 在城中 五百岁 五百年 这个城呢 纵管两千里 啊 因为他身很大 所以他住的这个城也很大 啊 那么这个城中呢 蛇宰 宫殿 都是七宝的 啊 自然 变现出来的 啊 里面也有七宝的玉尺 啊 那个莲尺 啊 池中也有自然的莲花 这跟极乐世界没两样 啊 还有七宝杭树 啊 也能够出五音声 啊 只不过这个音声呢 只是很好听 他不能说法 啊 不像极乐世界的宝树 那会说法 啊 那他叫饮食的时候呢 也自然十具 百味饮食 自然现前 啊 就跟极乐世界受用差不多的 他里头的快乐 说就啊 比得上 刀利天 啊 其实应该比刀利天更好 啊 因为他都是自然化现 就像 他画自在天一样 啊 至少是画了天那样 啊 那这个人在城中呢 就不能出来了 他就见不到阿弥陀佛 啊 一开始觉得很享受 因为刚从苏佛世界最苦的地方来嘛 啊 享受了一段时间之后 想的 哎呀 我本来要见阿弥陀佛怎么都没见到 啊 阿弥陀佛在哪呢 哎 远远看到有光明在那边 他因为在极乐世界界边嘛 啊 进到这个城里头了 啊 就透过那个城墙 可能还看到 哎 那边佛光啊 啊 很殊胜 啊 但是他又没办法见 所以心中就觉得很懊恼 啊 就是 就像七宝王子 这个王子在七宝城中 被锁着一样 啊 啊 晖泽啊 但是他也踊跃欢喜 他很想去见佛 啊 但是这是他的业障 见不到佛 而且也不能听法 啊 本来这个 啊 可以 听阿弥陀佛讲法 乃至那鸟儿都会说法 这鸟儿都不会说法 啊 他就觉得有点懊恼了 啊 没有发喜 也不能够见诸比丘僧 就是清净大海众菩萨 啊 见不到 啊 那么 想起啊 哎呀 之前我读《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都讲到 诸上善人聚会于处 我这一个都见不着啊 啊 这是 这些诸菩萨 阿罗汉的壮貌何等类啊 他长得什么样啊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的什么样呢 很想见也见不着 啊 就像一个人在监牢狱里 你那么样子的感觉 啊 那是他的业力感召 啊 那么 在这样的城中五百岁 啊 那 佛告诉我们 这个人 什么业因 长 长 长感的呢 其人 本宿命求道士 心口各异 言念无常 胡以佛经 父不信相知 当自然入恶道中 无量清净佛哀悯 微神引之去耳 这就说明了 他为什么有这个业报 因为他 本来 这个 由于宿命 过去世 也求过佛道 啊 我们知道 能信这个法门的人 那都是啊 供养过无量佛的 啊 他也修行 但是呢 他有一个很深的习气 心口各异 言念无常 啊 心里想的 口里说的 不一致 啊 他的这个心不真诚 虚伪 啊 喜欢讲一些啊 光勉弹簧的话 但是心里没有那样真实 啊 比如说啊 一定要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啊 那是信誓旦旦 啊 但是呢 他可能内心里并不是那样 啊 真诚的发愿 偶尔是有 但是不能保持 对人对己 也不是特别真诚 啊 总有一点虚伪 缠取之心 甚至最麻烦的 胡仪佛经 啊 佛讲的极乐世界 是真的吗 啊 是不是 编一个故事 啊 像天方夜谭一样 啊 劝我们断个修丧而已 啊 这不是为心所限 为时所变吗 是不是就是我们心里想的 不是个真的 狐疑 啊 到底这念佛真的就能够 啊 念到 啊 阿弥陀佛我来吗 啊 或者是 这个 佛经里讲的 以戒为师 戒是无上菩提本 真的要持戒吗 不持戒行不行 啊 胡仪佛经 所以最后呢 因为他这个胡仪 因中就夹带了不善 因地不真 果造于去 所以他中间就退转 啊 虽然是他的宿命因缘 但这一生他的念头中就是有夹带 啊 果中就有因 因中也有果 啊 所以呢 不信相知 啊 最后他就退了 啊 就前面讲的 他不信佛了 不信因果报应 不信往生极乐世界了 甚至他还是啊 这个 信了外道 很好 他没毁谤正法 那这种业 要自然入恶道中 啊 他要往他 他要堕入恶道 但是 就是因为他曾经经经过 啊 刚学佛的时候 努力经经念佛 一日一夜不断绝 命这个王啊 他晚上还能梦到阿弥陀佛 就以这么一点 啊 善根 福德 无量清净佛 哀悯他 啊 慈悲他 威神引之娶 所以到他灵命中时 还会显现 真的不离不弃 不然他一定躲得到 啊 临死的时候 你看病得这个样子 这是花报 啊 来世是果报 花报不好 果报肯定不好 啊 那 所以佛 给他 做正上缘 啊 那 佛之所以他 灵命中时 能见得到 也是他生前 有过修过这个因 啊 那 换句话说 你只要生前能够念佛念到不断绝 见到阿弥陀佛了 纵然你最后退心了 你都能往生 只不过是到边地 到宜城 不过到宜城也只是五百年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成就了 啊 所以可以这么说 你只要念到见阿弥陀佛了 梦中见 当然你清醒的时候见就更殊胜 啊 一般都是梦中见的 那你就决定往生 啊 倘若你不要退心 你不要斜见 信了外道 啊 然后这个 不想再继续修行 你不要这样 那你往生的时候一定是植入七宝 啊 廉耻啊 廉花花生 所以这个正中双修 得到的什么音口 大家都知道 那还有呢 底下下背 这里的经文比较多 我就跳过去 直接看下背 佛言 其三背者 其人愿意生无量清净佛果 若无所用分坛布施 亦不能烧香散花 燃灯玄增采 做佛寺 其他 泛寺 沙门者 这个下背跟中背 差一点 差的哪呢 就是柱道法上面差 就这个人呢 也愿意往生 正道是一样的 自信信药 但是呢 他没有所用 他家里很贫穷 或者自己没有时间 来做义工 就是不能分坛布施 布施就包括内财 外财的布施 也不能烧香散花 燃灯玄增采 这个我们呢 这个形式上的就是办法会了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讲护治正法 还有做佛寺 其他 这是护治道场 建立道场 这些都没有这个因缘 或者能力 或者泛寺三门 护生 供养众生 所以我们这边的寺院的义工 这样做至少是中备了 那些做不来的 那就归到下背去 那么 不能做这些助导的 但是下面说 当断爱欲 无所贪慕 慈性精进 不断成怒 灾结清净 那还是要断爱欲 爱不重不胜送口 念不依不生净土 所以持戒 念佛 这都是上中下三倍都离不开 只不过是下背的人呢 他可能呢 未必有因缘来守戒 但是他也愿断爱欲 就是在戒 只不过没受八关在戒 但是他还是愿意断爱欲 放下这个缩脖 无所贪慕 慈性精进 不当沉怒 要养慈心 不要沉怒 一点称心气 百万丈 你看 你看三倍都讲的 不当沉怒 你如果沉怒放不下 恐怕下背往上都没分 边地移成也没分 边地移成是你没有沉怒 但是念叨一心不烂 然后中途退转 这类的人 那是灵终再见佛 边地移成 那如果有沉怒的 边地移成都没分 那么还要再结清净 所以如果能够真的至少一日一夜 受八关这些是最好的 如是清净者 当一心念余生无量清净佛 昼夜十日不断绝着 寿终则往生无量清净佛 这一辈子当中要拿十天 为了往生 拿出十天来 栽戒清净 平常没有栽戒清净 现在十天当中栽戒清净 一心的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 来念阿弥陀佛 时日时节不断绝就能够往生 可负尊级智慧勇猛 这样的人也一样 做二位悦知菩萨 佛言 其人做事以后 若夫宗作悔心 易用狐疑 不幸做善 后事当得其福 不幸往生无量清净佛果 其人虽耳蓄得往生 其人受命病欲忠实 无量清净佛 则令其人于卧碎梦中 见无量清净佛果土 其人心中欢喜 易自念言 我悔不知易作善 今当生无量清净佛果 其人当心念事 口不能复言 则自悔过 悔过者过差减少 悔者无所负极 其人命中则生无量清净佛果 不能得前置 便道见二千里七宝城 心中独欢喜便知其中 第三种情况 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一生拿出十日十夜来念 念不断绝 那为什么中辈的人只要求一日一夜不断绝 反而下辈的人要求十日十夜不断绝呢 正是因为下辈的人没有主道法 所以那个正道就要求高 反而还不能够到这个中辈 那换句话说 祝道音乐是非常重要 你能断恶修善度众生 以这种功德 后来回向求生净土 那你往生至少中辈以上 若不行 那你也至少要十日十夜不断绝 但是你这一生也梦不到阿弥陀佛 梦不到阿弥陀佛 什么时候会再梦到呢 就是命中的手 那么这种人呢 也就是说 最后像《无量寿经》《会记本》也讲到 其人灵命中是如在梦中 见阿弥陀佛 其兄弟兄 第三辈的人如在梦中 他这个梦是很真实的梦 不是真的胡乱的梦 就在梦中去的 见到佛就跟着走了 那上辈中辈的呢 是这一生生前梦到 那灵命中再见佛跟着走 下辈的人一生梦不到佛 到最后又见到 在梦中见到佛了 就走了 所以下辈的人走的 肯定是躺了走的 梦了 肯定是睡卧的时候 怎么走的 而且这种人万一 他也是中悔 不信 不信往生 但是因为曾经有十日十夜不断绝 所以灵中无量寿佛 就在他睡梦中出现 这时候他梦到 但是他是灵命中的时候梦到 梦到之后 他心中欢喜 就悔过 然后呢 就是又生起了置信信尿 知道心里知道 我尽当生 无量情境佛果 所以劝导灵命中人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今当生 无量情境佛果 劝导他 你现在一定能往生 这树立他的信心和怨心 那这种人见佛了 他当然知道 等于佛给他助念 他就知道 他当生无量情境佛果 但是因为他了 这个中悔的业 所以他还是要到七宝连治 而不是七宝成 五百岁 去受这个宝 跟刚才中悲的情形一样 所以看这个汉译本 这是资罗家臣 后汉 资罗家臣译的这个本子 我们就很清楚 上中下背 这个正道助道法该怎么凶 除了信愿持敏 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的正道法之外 我们应当 好好地多积累 这个功德 功德之中 以持戒功德最胜 护辞三宝 最胜 这是刚才看到的经文 当然一切众善 皆因缝隙 万善倒归净土 但是呢 你也不要本末导致 修行万善 不要冲淡了你的正道法 这正助双修 不是只修助道法了 正道都不要了 你也不行 正中双修 那修善呢 那都是随缘就好 而且呢 要懂得 修善而不作 善的相 离一切善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得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